exhausted the future 李酉 Rose也 31 次在獨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永恆 生活產品idad 真有餓了公司 首先跟大家分會 histor壞時 天明天好嗎 昨天天好嗎? 心情好嗎? 是 在外行公司的朋友很好的 都說好的 當然不好的時候有沒有 有的,但怎樣面對 好心情面對 最喜歡你們這樣 剛才我都見到 我的朋友可能喝完茶 慢慢地進來我們的會場 知道今天聽的講座 有什麼味道嗎? 天人合一之 形形相扣 我不是今天講者 講了這麼久 我是一個叫做 MC 不是叫做MNC 我叫做Cat 想有一個溫馨提示 現在公司很好的 在每一個特別會議 或者大型的會議 為了給大家得到詳細的資料 也有些未能夠出席會議的朋友 可以了解這些資訊 我們是會進行現場的攝錄的 也都歡迎你們大家自己的一些錄音 不過有一個提示就是 在過程中請 將你們的手機、股票機、金融機、什麼機 微機那些 先去靜音或者關掉 因為我們的進行過程中 錄音 錄音也會收到這些音 不希望聽到一些交響樂 我們不是在聽黑琴 所以希望大家合作 將所有要響的資料 或者是手錶也好 先轉到鎮機 還有過程中 如果需要去手機 請先去手機 因為那個攝錄機 就會拍攝大家的 這麼美妙的髮型出來 這個是題外話 我們不需要讓網上的朋友看到 好嗎 收到了 OK 那我就叫做Cat 大家好 那有幾多位朋友 是第一次來我們永鞋公司的 喂 多謝你們 今天第一次來 先給大家掌聲 那我又想請問一下大家 因為今天這個講座 其實是很豐富的 有沒有準備定你們的筆記、錄音機 那些 沒有就盡量用你的 所記到多少 記住它 那如果有什麼想知道 想問的 可以問回你帶來的朋友 那為免過程中 大家聽得一件事 就留了一件事 不要 那另外呢 就是說 其實呢 這些字 有沒有人不懂的 形是代表什麼 還有呢 很厲害 營養、營燒、營運 可喜 因為永恆都是 除了一個健康保健產品的公司 還有一個生意 但是這個營呢 跟著那個營呢 形態有營 就是呢 你的情形 知道什麼叫情形 你身體的情形 你知道嗎 還有 還有 有沒有了解現在的市面上 保健是否很重要 有沒有留意 那些醫生不是只跟你說醫生 有沒有記得有一個醫生很突出的 很有型的呢 他不是跟你說 不是跟你說吃藥 而是跟你說吃東西的那個呢 認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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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個現在很流行的香港 就上了電視 教大家怎樣去飲食上面 營造你的健康營養 以及你的形象 都很有型的那些 那些 那些概念 其實今天這個講座 都有相關的 但是我就想問一個字 反而不是這兩個字 知道這個構字為什麼 為什麼 那些家庭CEO 扣肉 什麼 什麼 鴨掌 扣什麼 因為我不是主婦 所以我不認識的 如果食家就會說什麼 扣什麼 但是 如果是一個盜弄使用者 這個扣字有什麼意思 啊 醒目 這個當然是有牌子的人 還有呢 住屋邨那些都有什麼 不要丟垃圾 那些功德 但是呢 還有沒有一個扣字想到的 對 你想到什麼 對 沒錯 答中了 先給你一個掌聲 但是呢 我想到一個扣字 大家 我看看再做 我想每一位 90%的現場 不要說98%那麼多 我不敢過來看你 其實 有沒有一樣東西叫做 你看到我也有 yes 先給你一個掌聲 扣扣我來做什麼 扣扣我來 扣扣我命 但是如果在我們健康上面 扣扣代表什麼呢 你扣不扣得對 對嗎 你自己身體的東西 你了解了之後 你會不會扣得對它呢 會不會扣錯樓呢 扣錯樓會怎樣 會出陽相 健康出了陽相 就是要看病 大家都不想 所以這個呢 我真的要給一個掌聲 想這個名 被擋住這位朋友 很厲害 心思很好 但是我講了這麼久 其實今天這個講座 都是講什麼的呢 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但是我想介紹這個講者 其實他是我們公司 一個資深的產品用家 他的經歷就是 毋行公司全世界超過30年 在香港也超過25年 但是呢 我收到的資料呢 原來他的機遇 接觸到毋行公司 已經20年了 那就是20年裏面 現在我們講資深的通行是什麼呢 什麼什麼私 但是他是資深的 自己身體裏面的一個 負責任的負責人 我形容他做 因為他以前 未發展毋行公司 未接觸毋行公司之前 他本身是一位酵喘很嚴重的 因為這個機遇 他經常進出醫院 常客 但是呢 在20年前 他接觸到毋行公司 有這個機遇 運用了毋行公司的一些 保健品 去幫他自己身體 這個方面 是得到很大的改善 而進而呢 令到他知道 原來呢 自己身體的情況 不只是用藥物 去可以改善到的 所以呢 他就為了 作為一個 自己身體的負責任 的負責人呢 他就去 開始研究 有關一些 保健上面的 對身體的好處 還有在一個 東方保健上面的一些醫療 或者經絡 各方面呢 他也是進行一些研究 以及去進修 在這一方面 他得到很多心得 所以呢 他也不是一個 只是對自己負責的人 他對身邊的人都很負責 他在這裡呢 對於我們來說 今天呢 我們很有幸 邀請到這位嘉賓 幫我們去分享 怎樣從一些 傳統的東方的 一些補身的 一些方法裏 得到的資料呢 令到我們 去了解什麼 叫做 用一個保健角度去探討 市面上很流行的 一些叫做 肥胖的問題 血氣的問題 中醫上面說的 一些寒氣 經絡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名詞 我不是聽得很多 聽得很少的 但是我剛才在正在準備 看到嘉賓準備之前 我看到原來那些資料多了 我相信 這一分鐘裡面 我要立刻停口 要讓他出來說才行 否則 是真的說不完 在這幾個小時裡面 但是呢 其實呢 也會介紹我們知道 什麼叫做 一個叫做 血氣、陰虛、陽虛 這些資料 常見的一些問題 給大家一個概念 但是呢 如果真的有 再深入的資料 一些問題 你想知或想了解 或想起的時候 不妨寫下 問你帶來你的朋友 然後呢 再去研究有些什麼 去讓我們用 還有呢 哪個時候 哪個情況下 我們需要用些什麼 去幫助我們自己 去用這個 產品保護自己的身體之餘呢 那就要靠我們這一位 資深的產品專家 幫我們去分享給大家 我們什麼時候 應該用些什麼 去保護自己 補充身體所需 好不好 那借助大家 熱烈的掌聲 歡迎今天的主案嘉賓 謝超胖小井 我們的經理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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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 有這麼多資料 一說 20年 想認今天18歲 都不行 首先給他一些掌聲 你心水清晰 會計數的 都騙不到去哪裡 泳泳公司幾歲 可以參加 泳泳公司幾歲 可以參加 唉 那 那你自己計 所以 其實 今天 我也是用一個 過內洋的身份 和大家分享 不是說教大家 因為我知道 在座 這裡有很多專家 很多 都已經 在用泳泳公司的產品 很多年了 有沒有在用的 朋友舉手 看看 那行了 待會兒 這個麥克風交給你 下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日 就像大家一樣 坐在那裡 就聽一下 就聽一下你說什麼 但是 沒有想過 原來一個 這麼簡單的 坐在那裡聽一下 變成今天 可以讓我自己 20年來 剛才MC也有介紹 我本身自己有 氣喘 烤喘的病 這些 我想都是香港人 都市人 這些很普通的病 但是 在這段時間 其實都是 關自己本身 小時候 身體的問題 慢慢儲存的病 因為幾歲開始 已經有病 出入醫院 無數 所以呢 現在計算一下 我差不多 入了永恒公司之後 應該有 差不多十幾年 沒有吃西藥 沒有去吃西藥 沒有入醫院 有入了醫院 都是因為 那個頸椎的問題 需要去檢查一下 就不是說要吃藥那種 在座某些朋友 以往自己 都會覺得 我身體都挺好的 不錯的 有沒有 這麼客氣 你們都不舉手 都覺得自己 不是的 我都 偶爾有些感冒 傷風 或者有時候 覺得 有些 身體上 都有一些 要改善一下 有沒有 又不是 全都舉了 那我呢 可能有些朋友 第一次聽我的講會 那我比較喜歡 互動的 又很喜歡 你們給我反應 給我多反應 我就知道 你們想聽些什麼 我就會多說些什麼 好不好 多謝你們的掌聲 先 那 因為今天 剛才MC都說 我準備的資料有少少 但是 在座有些朋友 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我也想先了解一下 大家 應該這裡有沒有一些 外籍人士 是不會聽廣東話的 不是 有些外籍人士 都會聽廣東話的 是嗎 會聽廣東話的 另外一方面 有沒有一些朋友 是不是中國人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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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都是中國的 我承認我們中國人 中國這麼大靠山 承認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因為一說中國人 黑頭髮 不過現在大家都做些 Hannah都不是黑的 我們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 有兩種醫療 一直在香港來講 大家很 怎麼說 一起成長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是英殖民地 一百年 又有西方的醫療 又有中國的醫療 近年 以前呢 我們以往 講回我自己 以前 小時候 那個烤喘病 我們都會去看醫生 看醫生通常會去哪裡 醫院 醫院 醫生那些都是叫什麼醫 西醫 有沒有些人從來不看西醫的 沒有 一隻手都沒有 有沒有些人從來都 只是看西醫的 從來只是看西醫的 舉個手 舉高一點看看 對了 又不是大部分 小部分 那不舉手的那些是看什麼的 你有沒有 中西醫 中西醫 給你們一些掌聲 你們是最有智慧的 不是 看西醫的那些不是沒有智慧 看西醫的那些是對的 不過我想問一下 看西醫的朋友 家裡有沒有煲湯水 有沒有煲一下五花茶 有沒有煲一下冬瓜湯 剛才舉手看西醫的那些有沒有 不好意思 麻煩你們都是屬於中西醫合併的人 給你們一些掌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中國人 都撇不開 湯水 涼茶 尤其是 我們這邊 是什麼 南邊 南邊 我們中國人 南方人 都會比較著重湯水 是嗎 有沒有認識北方的朋友 北方的朋友 有沒有湯水 沒有的 少一點的 是嗎 喝豆漿 喝豆漿 是嗎 都有東西喝 不過不是喝我們所謂傳統的 廣東這種的湯水 涼茶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家都是中國人 很厲害 我都說你們可以的 氣候問題 地方問題 還有 我們南方都是比較富庶 物資比較豐富 土壤 情況都會不同 所以我們發覺 原來大家叫做中國人 原來都有分別的 在飲食和條理方面 所以今天的資料 給大家了解一下 同時大家都是身處於香港 我們在這個環境裡 我們怎麼去 打理好我們自己的身體呢 如果我們只是用一種 叫做西方的飲食習慣 或者飲食方法 就會產生到很多 我們現在看到的現代病 大家有沒有留意 很多現代的問題 講到這裡 我要試用一下這部 箭嘴落 這樣就出現了 多方便 我平時寫的 其實我們這些人 我們跟天人合一 今天我的話題 好像聽到很大 好像很飄渺 但其實一點都不飄渺 我們每天都在 跟天、地在一起 大家 深呼吸 大家一起深呼吸 卡卡達 你吸到什麼 空氣 還有一些塵埃 很多東西在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跟天 和環境 是其中一個部分 原來我們 在我們的身體來說 其實我們 或者我們的環境裡 我們都會有一些叫做 五行的東西 例如我們 有樹木 有花草 有什麼 有海洋 有河流 有水 有木 有火 有沒有那些很熱的 什麼 那個什麼 八礁線 那裡叫什麼 火炎山 這麼熱的天氣 有火 還有那些火山 還有一些比較乾燥的沙漠 那些地方 都是一些熱的地方 其實這個世界 其實它本身 已經有很多東西存在 那這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跟我們健康有什麼關係 我想問一下 你身體有沒有血液的流動 有 其實血液的流動 就好像我們 一個世界裡面 一些海洋 有很多的河流 有很多的物質 包括有灌溉的河流 還有一些叫去污水的污水渠 是不是 都會在我們的自然環境裡面 你試試買一層樓 有水 有水 提供給你 不過沒有那些污水渠 給你去流垃圾的 或者流一些不好的廢水走的 那你的房子會變成怎樣 浸了污水 是不是 所以呢 另外 我們一間屋 這樣算 我們住幾間屋 我們都要什麼 要電 或者以前的年代沒有電 要火 要煮食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五行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已經存在了 不是一些那麼抽象的東西 是很實質的東西 大家隨便舉例就舉例 另外就是說 原來中國人 很懂得運用天 以及運用我們身邊有的東西 去融合到我們的生活 同時間 再運用這東西 融合到我們的身體 原來我們都是一個大宇宙 我們是一個大宇宙 裡面也有海洋 有河流 有什麼 有山丘 有沒有我們的肌肉 有沒有我們的 還有五臟六虎 那五臟六虎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心肝皮肺神 你們很厲害 我們中醫來講 從中國人來說 他就是把我們的五臟六虎 放進木火土金水裡面 木火土金水 就是說 木 等於我們剛才的世界 有很多樹木 套進我們的身體來講 為什麼會把我們的器官 放進這些現象 其實很簡單 大家一講就知道了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每一個器官 都有一種叫做功能 有功能的 我們知道 我們的功能 有什麼作用 就會知道 一般來說 簡單講一下 因為如果有些朋友 讀過中醫的基礎 或者概念都會知道 怎樣呢 一般來說 譬如我們的屬性 它放進去 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說 肝 我們就是屬於那種叫做 有生化 生化 和發條的作用 就是說它會有成長 會生長 通常木頭 是不是會有生長 原來 那麼多個器官之中 唯獨是肝 是可以有再生的 其他那些器官 剪掉了 它不會再生的 但是肝 是一個可以再生的器官 唯一一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肝 放進木頭 還有 這個不是它的形態 甚至我們是說它的屬性 即是它的功能 那個撞苦的功能 那撞來講 我們怎麼叫撞 什麼叫苦呢 很簡單 撞就是實心的 苦就是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空間的 對 有一個空間的 有一個空間感 我們撞 譬如我舉個例子 肝臟 就是入木 另外 心 心來說 會不會 如果我們一個人 在冰天雪地的時間 我們唯一 最重要 如果身體有熱能 最重要是保護一個器官 就是哪個器官 對 心 所以四肢都會先冷 心是暖的 所以這個過程裡 心是入了一個火 即是說 如果心都沒有了 冷卻了 這個人是什麼 對 即是已經不在了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那個人 看看他有沒有呼吸 有沒有什麼 心跳 就知道了 原來是一種火 火等於一種能量的意思 等於是種生存 另外是土 我們看看 土來講 我們都會入 那個 胃 為何是土呢 因為它本身 都是一個 可以 有 有 土壤通常會 產生一些什麼 例如我們 入土會怎樣 現在沒有 都是火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以前年代 入土 那個人 會跟地下的肉 會將它 其實我們是一種炭的物質 它會經過一些微細菌 或者是一些 然後我們去生化 然後在土壤裡面 甚至我們 有時候一些 叫做廢物 或者 吃了東西 排出來的東西 我們會拿來做什麼 灌鈣 肥料 那個土壤 肥不肥肉 有沒有這些 腐化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土壤裡面 我們整個身體來講 五個器官 五臟來講 誰是專門做這件事 你吃塊魚 吃塊菜 會怎樣 對 胃幫你弄爛它 所以 胃的功能 就好像在土壤裡面 將一些東西 變成物質 然後它再有 種子 可以再 運用裡面的資源 再生長 所以 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很厲害 原來是很簡單的事情 一點都不複雜 有些人一聽到 什麼五、六、六、四 都經常講 但好像很複雜 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很簡單 然後 另外 就是我們看看我們的 金 金來講 是我們的肺 金跟肺有什麼關係 金跟肺有什麼關係 其實如果 在這個世界裡 其實我們都會有金屬 金屬 建房子 建築 建築 但是 金來講 它本身 在我們的身體 肺本身的作用 都是一種呼吸的作用 以及去把我們身體的水 運用 但是金來講 它本身 未成… 大家有沒有帶金鏈 戒指 那 為什麼會變成戒指 要經過什麼 會變成戒指 對 要融掉 要打金才可以 原來 其實它的性質 就是 它可以變 可以變 因應不同 變 原來肺來講 我們吸入我們的空氣 空氣 我們會經過我們的肺 會有水分 有水分 還有我們有一個叫做氣血 這樣會產生了 其實就是一種好像有變 會變水晶氣 我們噴出來 有時候冬天 變了形態 又不是水豬肉 其實這個塑造性是很高的 原來金本身的塑造性也很高 所以它可以打金鏈、戒指 甚至融掉了變金條 可以有這樣的作用 另外我們看膀胱 即是水 膀胱本身就是要來幫我們儲水 不是儲尿 不是儲水 其實腎和膀胱來講 本身都是幫助我們身體的 水的敗 它是幫助我們在身體裡 進入金玉水花土 可以進入這個比較水的情況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協調我們的身體 我們看回 從這個東西 木火土金水 我就把我們的表類的關係 我們會放在一些叫做乾膽脾胃 都可以套進去 我這個圖可能有點亂了 因為我剛才說過 撞虎是空心的 膀胱應該是位 應該屬於表類的 這個表可能有點錯 不如我們看下一個 看這個 我看一看這個 這個會更清楚 我先看這個 我們知道我們有五行 有木火土金水之後 我們將我們的身體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有什麼 陽氣 有沒有看中醫 有時候說 你陰虛火旺 這是什麼 這些朋友知道是什麼 然後又說 你有什麼 風邪 什麼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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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這麼圓 這麼神奇 其實一點也不神奇 原來在中醫的宇宙 我們剛才說 身體 木火土金水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能量觀 我們的能量觀 我們會看一下 一般來說 我們也有分血氣 血氣 我們叫陽 陽 那火 一般是陰 所以如果你有時 有沒有看中醫公司說 你陰虛火旺 有沒有聽過 是的 那就是說 是什麼 原來陽氣就是我們日常生產的能量 就是說你 等於你每天帶著現金要用的那些 就是荷包有的那些 每天的 原來陰的意思 陰陽的意思 陰就是代表我們的能量庫 就是說你銀行儲住的那些 我不知道有多少 可能有 有些屋契啊 地契啊 一大堆都不定 總之人體儲存的東西 儲存的能量庫就叫陰 那如果呢 那一般來說 如果是陰 陰就是說 在我們五藏六虎儲存的一些 叫做能量 原底 媽媽 先生給你的 就已經有的 那我這些呢 我們正所謂 一個公司也是 一個機構 如果它發展的時候 它不斷用它的儲備 然後那間公司就會變成什麼 空殼 空殼公司 我們人也是 如果我們人 一直在用我們的儲備 會怎樣 對 也會剩下一個殼 怎麼為之叫剩下一個殼 就是 走一步路 會怎樣 氣喘那些 然後呢 叫你做些事情 就說 很累了 或者呢 甚至 我們會發覺 有些事情 力不從心 或者 人呢 會覺得不開心 有情緒 那其實這些呢 都是跟我們呢 用了我們一些裡面的東西 用盡 甚至用盡 但是在過程裡面呢 用少許 和用多多 會不同的嘛 就是正如 如果你說 一個機構 一個公司 如果它要 周轉 可能它有些叫什麼 都是用一個儲備 不過是用一些叫流動的儲備 但是如果它去到 要變賣 它的物業 或者變賣 它裡面的那些 桌子等等 那些叫什麼 清盤 那些叫做 都有一個程度上不同 原來我們人呢 都要分 什麼時間 是為之叫做 什麼 什麼狀態 所以如果平時呢 我們呢 就有一個叫羊虛 羊虛的意思就是 我們每天生產 每天帶著現金不夠用的那些 不夠用 但是家裡還有的嘛 銀行還有的嘛 那些 是不是 但是如果呢 我 怎樣情況呢 譬如好像有時候 剛剛前兩天 熬完通宵 睡不夠 就會有這個情形 那 接著怎樣 回去 睡幾覺就搞定 那些可以保護的 保護的 但是看你保不保 如果你不保 繼續這樣 天天睡兩個小時 肯定 就不行了 這樣就慢慢會變的 變成 變了去陰虛的那個狀態 就是變了那個狀態呢 就是 直接是 會 開始真的在用著儲備 透支了 接著呢 就會大病了 或者是 不是說 一天 或者一個星期 你可以睡覺 補得回 可能要 或者半年 或者慢慢等身體 慢慢去調整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來說呢 如果我們呢 了解到這些 中醫的字眼 其實是這些 都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這個呢 陰陽兩虛的情形之下呢 就是說 等於我們日常生產的 血氣不足 還有呢 倉庫都用盡了 接著 再不能夠透支的情形 就為之叫陰陽都兩虛 所以呢 這個情形呢 我們首先要先了解自己 究竟處於什麼狀態 就算你說 就是中醫呢 可能都會幫你把脈 可能都會檢查到你的身體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 因為你自己和你自己生活 你一定要自己 知道你自己 其實什麼的習慣 才可以讓你自己補充 還有呢 有時 現代的醫療呢 可能有些人會 一見到這樣的狀態 一怕就走去什麼 看醫生 一看醫生呢 醫生呢 就是看到你有一些 真的我們 因為現在比較方便 可以檢查這些數據 例如 量血壓 毒血 染血脂 都會看到那些數據 一聽到那些數據 大家都會有些什麼 嘩 自己害怕 那就不知道自己屬於 在什麼狀態之下 就會 就會產生了一種問題 就是 自己嚇自己 自己 嚇到自己 第二 就會 會令到自己 那個身體而言 就不能夠適應了 好啊 那我們看看吧 如果我們剛才提到的 能量方面 在我們身體 會有一個階段 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的身體 一直 因為我們的身體 有造血功能 還有我們的五臟六腑 都要用血去養住 我們常常中醫都會說 中醫都會說兩個字 叫做氣血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時看醫生 醫生都會說 你氣虛血藥 為什麼呢 其實都是一種狀態 就是講你現在的狀態 屬於什麼狀態 那怎樣為之 那個身體 原來 我們的身體 如果氣血能量 夠的時間 我們會有造血 以及功能 會提高 在我們每個器官都 充滿血液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 就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但是 隨著 我們的身體 因為我們會有 不夠睡 有時會被人氣壞 甚至有時會 可能 吃東西 減食 為了想著 好一點 有些人 它在過程中 令到自己 在一個陽虛的狀態 身體就會在 每個器官的充血功能 就會變差 慢慢 已經去到陰虛 但是很奇怪 如果我們一路跌 跌到下面 我們叫陰陽兩虛 然後這個臨界線 這個屬於失控點 失控點 就等於我們看醫生 看到我們的身體 會什麼 有病 醫生 驗到你有東西 有東西 檢查到你 這裡又生了一些 無名 無名的東西 一塊塊 那些 醫生通常都會見你 要不就 怎樣 割下去 有些人 就說 不是了 我現在要看通醫療理 是不是 很多方法 所以 我們都知道 每個人都在這個狀態之下 然後 我們 但是這個狀態 其實我們的身體 可以變成這樣 但是你覺得 會不會可以 改善 對 你相對做一些事情 就可以改善 所以 如果我們身體相對做一些事情 我們身體一樣可以 充滿血管 所以 你有沒有聽到 有些人 有些什麼奇難雜症 或者大病 然後經過 怎樣 辭了一份工 然後 改了生活習慣 早睡早起 然後 吃一些 天然一些 清淡一些 然後隔了兩年之後 就說 醫生說 他 都是三年 兩三年左右 咦 五年了 還看到這個人 是不是 這些個案 其實一點都不是 一些什麼希奇的事物 只是 他以往 將自己的身體 用到這個位置 但是 他現在懂得 怎樣 我們叫懸崖立馬 早點知道 立刻去處理 然後 當然 這個情形 就是看什麼時間 如果那個時間 已經去到那些五臟六虎 都已經 不做事 把工 那就難一點了 但如果那些五臟六虎 還肯做事 其實 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 我們 人也是一樣 我們 就算我們種一棵植物 也是 種一棵植物 如果兩天忘了淋水 一個星期 淋水 那植物會怎樣 那一棵葉就會告訴你 我沒有水 這樣 你有沒有試過 有些經驗 放一點點水 過兩天 也可以 但是如果那個植物 放了一個月 視乎什麼植物 有些植物可能長一些 有些植物可能長一些 有些植物可能耗水 可能放了一年 你再淋水 淋不淋得回 淋回 所以 其實 身體 在什麼時間 你在做什麼 就是這個關鍵性 就是在我們的 所以 你說 那些腫瘤 或者癌症 那些有沒有可醫 我肥了 我可以減 我瘦了 有沒有可增 絕對有 所以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明白 我們身體是可以改善的話 我們 一般來說 我們血氣上升的時候 都會有些反應 什麼反應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說 原來 剛才看看 上面 在這個陽虛的階段 去到陰虛火旺的階段 陰虛火重的階段 其實那些人的能量低度 是不懂病的 不懂病 即是怎樣呢 平時可能我們做事 我們要知道那個狀態是怎樣 譬如我們身體有時候傷風感冒 大家有傷風感冒 傷風感冒是不是病 有些人的頭 但雙風感冒在中醫來說 是一種症狀 即是告訴你現在 你有些 你是有這樣的現象 但在中醫來說 不是叫病 是一種症 例如發燒是不是病 發燒不是病 是一種現象 告訴你現在 身體有高熱的情況 高熱的情況 其實它有一個作用 是要來做什麼 打仗 有些在座媽媽 照過小朋友 小朋友發燒是不是一定病 不是 是發骨折 多厲害 有智慧的 媽媽 但現在有很多媽媽 一聽到小朋友發燒 又怎樣 急症 很害怕 然後 立刻要被退燒 按它 其實原來我們身體 你不要低估我們的身體 我們身體是很有智慧的 什麼智慧呢 你吃豬肉 不會生豬肉出來 它是把你的食物 就應該是 用在化工廠 然後再放我們的頭髮 指甲 皮膚 所以 你不要低估我們的身體 我想問一下 你有試過做損手嗎 有 做損手 做損手 然後你會怎樣做 茶燒到水 或者茶啫喱 但是作用 其實 會不會馬上好 我想問 多久好 幾天 幾天 一個禮拜 其實 你知不知道這個動作 不是那支藥膏的作用 是你的身體好 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 或者有些人身體不好 他的傷害很難好 如果那些醫生 下藥是可以的 怎麼會很難好呢 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的身體 是自己修復的 不是我們外來的藥物 是令到他修復的 如果他和他修復的過程 都要是怎樣 結招 癢 然後癢 然後就會自動好 所以 其實我們身體本身 自己有一個修復能力 不用理會 所以以前很久的年代 你發覺 那些人說 感冒傷風 我叫你 多喝點水睡覺 是不是 那你覺得會不會好 好啊 好啊 不是也不會那麼多人坐在那裡 這個方法當然可以 那不用吃藥 那為什麼現在人們晚吃藥呢 快脆 哈哈 又要快脆 是不是 或者有些人說 我這樣滑著 我坐地鐵 我怕人看我 怕人閃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太多的目光 有些人現在不是太過注意別人的目光 太過理人的反應 但是他不知道原來 其實他的身體在做什麼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他不知道這個過程不是病的 他以為是病 所以呢 我們應該有個智慧 知道我們身體現在發生什麼事 以及我們現在 究竟那個狀態是什麼 那麼說回這裡 那陰虛火旺那個時間 原來在這些情況之下 那些人呢 他最初 可能陽虛的時候 都會 很睏 身體叫你睡覺 因為你熬了兩天 那就去睡覺 但是呢 你不睡 你繼續不睡 不睡之後呢 然後呢 有沒有些人告訴你 唉 我也不晚睡 晚上也不用睡 也很精神 有沒有聽過 然後就不睡 然後呢 經常都睡不到睡 睡不到睡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挺好啊 挺省時間啊 不用睡覺 挺好啊 挺有效率 是不是 其實呢 到那一刻之後呢 這個人呢 這段時間呢 沒有傷風感冒 又沒事的 很好的 然後他就笑你們的人 哇 你這麼差勁啊 你感冒 你這麼差勁啊 你什麼 又又又 是呀 生暗瘡 或者諸如此類 或者這麼肥 其實這些人呢 我們叫做呢 去到呢 即是不懂病 沒有能力病 病都不懂病 病都要力的嘛 他不能夠把身體的東西推出來 或者修復 所以呢 是處於這個 叫陰陽兩虛的現象 是的 所以呢 你從來沒有病 有時候 以前老人家說了一句話 什麼 小病是 知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小病是福就是說 你的身體還有力病 懂得有反應給你 懂得感冒 懂得累 懂得怕冷 要穿上衣服 但是呢 如果你連這種感覺都沒有呢 有些人呢 很健碩的嘛 不懂得冷的嘛 但是呢 就瘦瘦的 乾乾的 有些 你看下去 你懂得看的 你覺得 這個人好像感覺不太健康的 但是呢 他又說他自己 什麼都沒有 很好 其實這些人呢 已經是處於一個火旺 火旺的意思是 就是說 他正在用最後的能量 燃燒自己最後的能量 這樣呢 你去撐住他的身體 所以這些人呢 他 火旺到 他晚上不用睡覺的 就是 沒有睡意的 或者呢 有時呢 是想事情 做事情 壓力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我們呢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些人其實是否更加需要 更加需要去搞 如果不是呢 他的線就會繼續下 那我們看一下 原來呢 在那個血氣上升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了一些我們叫好轉反應 就是什麼呢 就等於 如果你 有沒有聽過一些人說 哇 做事 做完事 我一休息就死了 一休息我就病了 有沒有聽過 是不是病呢 是不是病啊 就是說你的身體OK 你休息了之後 他的身體立刻 可以提升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些 好像很累啊 感冒啊 周身骨痛啊 酸酸怨怨的現象出現 他就會出現了 所以呢 其實這個是我們人體自我修復的一種功能 和一種現象 如果你明白呢 就怎樣 怎樣做啊 就繼續睡覺 喝多點水 吃點有益點的東西 簡單點的東西 讓身體可以容易消化的東西 然後呢 幫我們身體快點過這個時間 然後你發覺 休息完後 或者去啊 放幾天假 在家裡躲起來 閉關幾天 然後之後又 又很精靈地 又可以見你的朋友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的 是啊 所以呢 我們通常上班都要 一年都有幾天戴假 蛤 沒有啊你們這麼慘啊 十天八天戴假 是不是 那你的人會去哪裡 旅行 又去玩了 旅行也有兩種 一種叫艱苦團 一種叫攤頭團 那你選擇了 所以有些人呢 說 放假比上班 那些呢 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沒有休息過身體 沒有給時間去收服 但相反呢 相反呢 他的身體呢 你就會發覺可以 我們經常都說 差過電再來 就是這個意思 好嗎 所以你在過程裡 你就會出現到一些叫做數據 剛才我提到的 一些指標 例如一些血糖高了 其實如果有些情況 因為身體收服的時候 他會幫你用了一些血糖去做事 然後到你回復的時候 他要把身體調回那個狀態 他那個血糖的問題 或者那個身體有些血壓的問題 或者一些排垃圾的過程裡面 這些去廁所的問題 例如去多了大 去多了小 這些情形呢 其實都會出現的 那一會兒 你會以為自己 又肚四 又肚子 又肚子 其實是把你的身體 去收服的 那我們看看 那 如果有些朋友 以往 經常都會說自己 如果在這些情形之下 他們會認為自己是 什麼 年紀大了 開始 有沒有說過 你有沒有說過這句話 最近 又傷風感 又周身骨頭 年紀大了 怪年紀大 所以其實 沒錯 無以乎 年輕人可能會累成 睡一會兒 一天就可以收服到 但是我們年紀比較成長 可能你那個 熬一晚通宵 可能你睡不睡一天 搞得行嗎 不行了 可能你要睡一個星期 或者時間要多了 因為其實 亦都是 因為我們的身體 用了這麼久的儲備 很多東西 可能會快些 會有一個現象 令到你要馬上去 去 收服身體 所以 就不 不只是 年紀大 有沒有看到那些年紀大的人 身體很好 是啊 有沒有看到那些年輕人 叫做 壞鬼 哈哈 壞鬼年輕人 所以 其實 不要用年紀大 是你怎樣去用你的身體 以及怎樣去保養你的身體 當然我們正常的推翻 或者正常的 那個身體 會走向 年紀大 或者年老的情人 是正常的 但是 沒有可能 去到 什麼 未老先衰 是不是 有沒有 那些人 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 二十多歲 走樓梯 走十五分鐘 要休息 氣喘 那 夠年輕 十幾歲 為什麼要走一層樓 要休息 但是現在你叫我走五層樓 不用休息 是不是年紀大 如果是年紀大的 就不對了 這個理論 就不對了 所以這個 就可以看到 我們 那個 血氣 以及 我們那個 年紀大的問題 所以 中醫來說 都是說 治病 不是治症 但是西方醫學 他們是治症的 怎麼樣 感冒會怎麼樣 按住鼻水 是的 按住鼻水 是的 OK 我們看看 然後 然後 我們研究一下 我們剛才也提到 我們一百年都被英國殖民地統治 香港 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也是接受西方治療 所以接受西方治療 大家也有些西方觀念 為什麼呢 說血氣 那種觀念 就是營養 飲食 能量 那些問題 我們研究一下 現代的醫療 或者現在普及的 一個 減肥 或者 肥胖 的問題 可能也有些朋友 今天是特意想來 聽聽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的題目說什麼 是營和營 營養 和營態的營 大家其實都不是 很理會 吃什麼 可能吃東西不重要 最重要我走出來 我不要 就是 形狀不要太難看 對不對 正因為這樣 在這幾十年 那個叫無特兒的形象 甚至是 那個 電視機 做一種叫做 我們叫做 洗腦 都是 都是感覺到 纖體 是很重要的 但是 有很多情形之下 你有沒有聽過 在這個過程中 很多人 已經 在說 那個玩具 霸 那個公仔 那個比例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比例 如果給一個營養師 去看這個公仔的比例 是覺得它是怎樣 是驗食症病人的體型 但是 我們發覺 在座 你身邊的朋友 你有沒有這種身形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這個觀念 這種身形 其實是一種病態的身形 但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在工作上 他們需要 穿一些衣服 或者其他 但正常 這種朋友 其實他們的身體 都是很反覆的 而且行業的壽命 都很短的 但事實上 我們看回我們身邊 一些朋友 都不會是這種體型 即是說 不是我們 一個健康的人 應該有的身形 但是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健康的人 如果你看到他 其實我們的觀念上 你是覺得他應該是肥還是瘦 大家都 這個問題 你看 健康的人 是精神的 是精神的 看到精有神的 還有呢 身形 適中 適中即是怎樣 不是搖那些 就是 腰肥 要大那裡不小 要小那裡不要大 不是 我們簡單說 其實我們人的骨架的比例 已經是比了我們 因為我們有個骨頭 骨頭 其實可以小過骨頭嗎 不可以 我們要骨肉均稱 這個骨肉均稱 還有就是說 如果 正常來說 我們的腰只有一條隻骨 沒有理由 有些肉在旁邊的腰出現 那些多了出來的 那些 就不 我們都會形容 胡蘆身材 就是 適合比例的 還有骨肉均稱 就是說 你看上去 骨頭和肉的比例 是差不多 如果他在那個位置 擠了多一點出來 我們就覺得那個叫做 不好看 或者叫做肥胖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們大家明白這個觀念 所以長得高的人和矮的人都可以很好身材 不是一定要最高的人才好身材 矮的人就不好身材 但是如果他本身天生的骨頭 那個腰是長一點 那個腳是短一點的比例 可能就算他骨肉均稱 他的比例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但是這個就沒辦法了 要問你媽媽和爸爸才行 但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剛才那些朋友說了一件很重要的 精神 我們看看西方的醫療 或者我們傳統接受那種肥 之下 我們怎樣去 我們現在說回來 大家都有一個美的標準 就是要骨肉均稱 是不是 多了一點的我們叫做什麼 對 肥 就是肥了 然後就說 通常我們就說 哎呀肥 這陣子第一件事就要做 一件事是什麼 減肥 你們會做什麼 對 對 有些人認為有些人 認為吃少一點 就舉手看看 剛才這麼大聲 那麼小瘦 不是 那些不舉手的 那些認為為什麼 如果肥 未肥過 未肥過 哇 這麼重要 怎樣 說來聽 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 好 吃少一點 所以呢 肥胖我們經常認為是營養過剩 即是吃得多了 多了 有兩種食物 一種叫 垃圾食物 有一種叫 有營養的食物 那 究竟肥胖 那些人一減 他就不會減 不管你是減垃圾 還是減營養 總之就不吃 是不是 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 好 吃少一點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吃少了 你覺得有沒有瘦呢 有沒有 感覺瘦了 因為你發覺沒有氣沒有力了 走路 應該都覺得自己應該瘦了 有 有 有 即是怎樣 一點點 是不是 那你滿不滿意 最重要 是不是你覺得肥胖會瘦了 那你們就試過了 那我們看回西方 西方最大的減肥事業的王國 在哪裡 或者最肥的地方的人 在哪裡 對了 美國 美國一年都在花很多錢 去減肥的事業 但是他們都會教我們一個觀念 或者西方的觀念 就是我們吃少一點會瘦 那他們的人都吃少了 如果他們明白這個觀念 應該是他們做得最好的 但是是不是 不是 所以事實 告訴我們 其實他們是用什麼 來定義這件事 原來以往我們的觀念 以為吃少一點會瘦 其實我們經常都在說 我們是皮下脂肪 我們是皮下脂肪 其實跟我們身體有組織的脂肪 你要發覺你捏一下 你認為你不滿意的地方 是否拉出來的 拉出來的 拉出來的 跟你的身體離開的 那其實那些是否脂肪呢 那原來 在我們 稍後我會跟你研究一下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觀念 知道嗎 原來肥胖 是怎樣他們定這個 就是我們 人大隻了是叫肥 原來他們要觀察 這些叫動物 冬眠的時間 因為有一種動物 冬眠 有些動物 冬眠 哪些動物 蛇 還有些什麼 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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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們都會吃很多東西 吃定過冬天 然後呢 慢慢慢慢 他們就不動了 就用那些來維持生命 到春天 然後他們就會 就會出來了 這樣 但是我想問一下 人類 大家 有沒有冬眠的 你們 很想有冬眠 是不是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身體 那個 那個 進化 是我們沒有這種能力的 如果我們有這種能力 我們已經可以冬眠 但是我們沒有冬眠 但是 原來西方來說 為什麼他們的定義 就是 原來肥 就是吃得多東西 就會肥 其實 這個是觀察這些 冬眠的動物 而已 但是如果在座大家都沒有冬眠 這個能力 沒有這種叫 進化 這種條件 或者覺得 很多 一千 或者幾百年 大家有冬眠的能力 或者有動物的能力 可能做到的 你們就不要吃那麼多了 留回去睡覺 在家裡睡 到春天的時候 你們就會瘦 就是說 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種謬誤 其實 是不是正確 是不是吃少一點 就會瘦 其實未必 那我們 我們看到外形 肥胖 那些 其實未必是營養 不是營養 來的 我們經常都說 脂肪也是營養 來的 脂肪有能量 那就是說 那些 你有沒有見過肥的人 走路會快些 還是瘦的人走路會快些 是嗎 那應該 理論上 他們多點能量 應該走得快些 那 但是又不是 又會走得慢些 輕的人 瘦的人 反而能量大些 我們所謂叫做有精神 有沒有見過那些肥的人很累 那又不是能量 如果是能量 他越肥就越精神 還有沒有見過那些老人家 老人家走路比年輕的 還是年輕的快些 現在正常健康的計 應該是年輕的快些 老人家慢些 但是他們 儲了那麼久的能量 多吃那麼多年飯 他應該正常會 活力一點 為什麼不是呢 那就是說 這個觀念 其實大家要搞清楚 不是 吃得多就會肥 所以下次有人問你 我最近我覺得有點肥了 那你又怎樣 第一件事你不要說 哎呀今餐吃少一點 為什麼呢 我可以告訴你 你已經證實了 是不行的 所以有些人問我 嘩 Sumi 你 嘩 你瘦了 或者開飯的時候 就說 嘩 你不吃東西嗎 減肥嗎 這樣 很容易弄這句 一不吃那個東西 他就說你減肥嗎 等於你們的 慣常一個觀念 就是不吃東西 就等於 瘦了 其實不是 有沒有一些 認識我的朋友 跟我吃過飯的朋友 我是可以吃一碟飯的 吃一碗飯 兩碗飯我都吃得下 是吃兩碗飯 你們吃不吃飯的 又問一下這個問題 有沒有吃飯的朋友 晚上或者平時吃飯的朋友 舉手 先吃飯吧 吃到一碗以上的朋友 的飯的舉手 一碗 整碗 整碗 嘩 嘩 我現在發覺只有男士 那些女士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吃少少飯 少少飯 少少飯 我可以告訴你 原來米 是入廢經的 入廢 廢經 所以你發覺 吃飯的人 會怎樣 很氣 有沒有見過 老人家 早上吃早飯 那些老人家 通常什麼年紀 六七七八十歲 很精靈的 你又嘗試問一下自己 或者問一下朋友 不吃飯的那些 通常肥肥等等 很大隻 但是沒有什麼氣 所以大家今天開始 回去要怎樣 是呀 吃飯 我說的 有誰說什麼問題 回來找我 減肥要吃飯 不吃飯那些會肥的 吃飯不會肥的 真的有原因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我不是謀論 有理論 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身體 看到的 肥了出來的 不一定是能量 不是脂肪 我們看看 西方還有一些理論 就是防止脂肪增加 他們會做些什麼 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說 他們努力減肥的方向 就是防止脂肪增加 就是吃少一點 就是不要太肥的東西 或者吃少一點 令到不要肥 你們都在做的 天天都在做的 餐餐都在做的 是不是 今餐吃少一點 第二 就是消滅脂肪 消滅脂肪 怎樣消滅 對 做運動 OK 很聰明 待會我都會說 是的 減少能量攝取 就是說去控制飲食 令到熱量 所以很多坊間的減肥 都會教你吃一些 控制熱量的餐單 是不是 有沒有吃過 有沒有效果 有的 我知道有效果的 多久 接著會怎樣 是的 大家都很有經驗 反彈 是的 事實真的是這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根本這個不是一個 有效的方法 大家已經證實了 另外就是消滅脂肪 消滅脂肪就是用大量的運動 現在潮流輕 運動 那些人經常說 要做運動 去做運動 是不是好呢 運動真的好 運動真的好 那我們看看 這個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年紀大 但是他儲存的能量多 不是代表他一定是身體 好一點 反而那些年輕 那些瘦的人 可能